我觉得女性在职场上面 通常会有一些自己设限 女性同仁应该要把这个框架 更勇敢地破除 职场上面我其实不太把自己当成女生看 对 我在职场上面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中性的 除非今天有一些什么特别出众的活 但是也不太有这种机会 但是我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是 女性在人生里面会有两个状况 第一个状况是说 你必须非常真实地去面对 你人生的不同阶段 比如说那时候我生双胞胎跟备孕的时候 我就必须要在我的职场里面 可能需要有一点点slow down下来 但是人生很长啊 你的职爱也很长 所以那个停了半年也不会怎么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觉得女生有一个特质是 通常都会比较敏锐一点 对于员工她的有些改变的时候 你就比较有感觉 是 那有感觉的时候 你就可以提早去准备 我觉得这是女性特质里面 我觉得蛮好的一个 优势 优势 对对对 当然我觉得女性也 在职场上面也通常会有一些 自己设限 所以有一本书叫做 停胸而进 那这本书我觉得讲得很好 它就说 通常男生只要七成的把握 六成的把握 他就说我来 可是女性呢 通常都要到120 10全的把握 对10全把握 她才敢说我来 那我觉得这其实是 女性同仁 应该要把这个框架 更勇敢地破除 那这样的话才会更快速来成长 嗯哼